进出原山饭店有所谓的上坡跟下坡 那么在国民党的这部分 卡住了所有11月3号到15号的这个路 但是他不知道有下坡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11月6号跟7号呢 可以说民进党抢走了路权 但是他不能够集会游行 那么到时候会有什么样一个变调的做法 在那边BBQ算不算集会游行 在那边散步的话又可不可以呢 我们要看到在这里面甚至传出来说 半夜要放鞭炮 还有大气球 在原山饭店外点亮炮烛 民党要让陈云林听见也看见属于台湾人的声音 好不容易接到原山饭店下坡路权 民党不能游行不能集会 就这段路他们打算做定点突袭 民党还将准备1万颗这样大小的气球 让陈云林看见 小气球以数量取胜 沿途下坡路面 绿营准备好大气球 特别标示欢迎共匪来台 还要号召登山队员以进行方式 加到欢迎陈云林 更把欢迎计划延伸到原山饭店四周 如果陈云林搭直升机 民党就放鸽子 陈云林走密道通往原山公园 民党就放炮台迎接 我们就是故意让他睡不着觉 让他体验一下 说你在台湾小冲电炮你就睡不着觉 那你在中国部署那一千多颗飞弹 我们更没有办法安稳地睡觉 所以礼尚往来 不能因为陈云林来 我们什么事情连登山都不行 所以这个全部都是人民合法的权利 让陈云林走到哪都看得见绿营的欢迎 不能正面迎击 民进党以侧面突袭在法律边缘钻危安漏洞 专选王树平唐光南台北采访报道